在璀璨的荧幕世界里 董卿的名字曾如星辰般耀眼 连续是三年春晚的陪伴 八年央视十家主持人的荣耀 让他温温知性的形象 深深烙印在观众心中 自2021中国时尚盛典的短暂亮相后 董卿再次淡出了公众的视线 这一跌竟是近三年之久 董卿的消失 在主持人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人们不禁好奇 这位曾经的央视一姐 究竟去了哪里 直到一组四年前 摄影师在上海捕捉到的照片 很难以忽视 照片配文中那句 不过他自由了 听好更是引发了无数猜测举热议 有人猜测他已离婚 重获自由 有人则认为 他卸下了工作的重担 享受生活的宁静 更有甚者对他的国籍提出了质疑 尽管摄影师迅速删除了这句话 并呼吁不要过度解读 但董卿的近况 依旧牵动如无数人的心 关于董卿付出的消息是有耳闻 从中国影视之夜 到儿童音乐剧马蒂尔达 再到深圳医院大会 每一次传闻都让人满怀期待 现实却一次次以遗憾告终 唯一确定的是 那些偶尔流露出的工作照 董卿身着深色服饰 手持笔记本 眼神坚定 仿佛随时准备重返舞台 但深圳医院大会的临时幻觉 又让这份期待变得遥遥无期 恢复董卿的前半生 他的人生轨迹 充满了幸运与挑战 出生欲高之家庭 自幼便接受严格的教育 董卿在文学与艺术的熏陶下 找到了自我 并依然选择了主持人这条道路 从地方台到央视 他凭借出色的专业素养 和不懈的努力 一步步登上了事业的巅峰 然而与事业上的辉煌相比 董卿的感情生活 却显得颇为坎坷 初恋的青涩 第二段感情的聚少离多 第三段与黄辉的迷样结束 以及与成前的恋情 每一段感情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也让他在公众面前 展现了更加立体的一面 真正让董卿陷入舆论漩涡的 是他与蜜春雷的婚姻 以及赴美生子的选择 这一决定 不仅让他假爱国的形象受到质疑 更让他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大打折扣 随后蜜春雷的债务问题 更是让董卿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尽管央视主持人名单中 仍有他的名字 但围绕在他身边的种种争议 已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的公众形象 董卿的每一次出现 都显得尤为珍贵 或许正如那位摄影师所言 不知道下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了 但无论未来如何 董卿都曾是那个用声音温暖人心 用智慧启迪思考的优秀主持人 他的每一次选择 无论是对是错 都是他人生旅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我们只需静静地等待 看他在未来的日子里 如何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故事